咚咚咚 歡迎來到英雄聯盟 永恆 走 趕緊贏怪群 咚咚咚 敵軍還有三十秒號打開 狙殺 這個算中間嗎 超奧武的他們不在中間 唉 防一下防一下 再來兩張牌 再來兩張牌 可惜沒拳龍師 你還真別說 別說 你還真別說 主播的牌制 大口徑 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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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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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真別說 主播的牌制是真可以 極良極 在對面應該會聘我一下 極了壞了壞了 雞蛋 不生氣 令牌 都好 在這 一定 再 大家 可惜 怎麼 如果 人 没P到我 先被雪 想偷技还是比较难的 好像也不差伤害 这么一看剑膜好像还真能带全能吃 这么一看剑膜好像还真能带全能吃 有点小疯 难道敢死 45秒冲刺 你不会自信能够秀我吧 还不走 还不走 你不会自信能够秀我吧 老本自暴了 没什么 阻磨啊 難道發展 還真能玩我觸發三次了 我怎麼改了這個東西打到別人身上有點搞別人心態呢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噁心呢 像蒼蠅一樣你知道嗎 就綁到別人身上一下 我操他好噁心 屍體不能疊嗎可以疊 屍體也可以疊 這天空又是怎麼理解 沒事隨便玩玩 這三個好像走位還挺好的 別說還真的是有傷害 但是傷害來源好像跟征服者沒多關係 傷害就根據某個衝擊來消耗了 再出個星之鋼疊一下 你是太壞了還出星之鋼 厚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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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不倒 監獄不倒 哦 怎麼說?兄弟們 給我疊黑暗收割? 嗯? 你是過來給我疊黑暗收割的嗎?真以為我沒傷害,我今天不倒了 對象賽恩萃群太不尊重了,說實話 打人家賽恩還萃群那不是很不尊重嗎?尊重一點才行 噢 噢 跟你們說話,賺牆 打字了 跟你們說話,賺牆 帥,你還別說這黑暗收割敲一下挺搞心態的 牆太厚 我大招只要91,我操91 我操91啊 91明顯生日 這才15這點滿這不敢想 點滿這CD不敢想 不敢想 我怎麼看好像帶視頻也不錯 結束了實在 砰 還挺痛 是有點危險 這個綁這一下太有事有衝擊力了 好像這個還真的吃不了 改了嗎 原來我玩烏鴉打下的時候帶黑暗收割 曬恩這種屍體都能敵人,改了嗎 這個地震不行寵 你愛出什麼出什麼,也可以出 打坦克這個好用一點,有個百分比消耗 這不比征服者搞心態 哈哈哈哈,我操好爽 這綁著一下太痛了,唉唷太痛了 壞了 壞了這怎麼就單殺了呢 太尷尬了 尷尬了 哇這綁著一下太痛了 這你受得了嗎 我感覺是加強 這不會新的派系從此要誕生了吧 嗯 唉唷嚇我一天 難道說新的派系今天成立嗎 還真的是啊,我要這兩個東西 只要這兩個沒符文是這樣帶,複系這樣帶,你可以帶各種各樣的符文 哇槽劍魔發明家,還真的是主播 這兩個只要不變 這兩個歡心跟精益不倒你只要不變 下面兩個攻擊力帶生命值 主系這邊你想帶什麼帶什麼 我找主播太天才了 我就是那個萬年挑一的天才 百萬年遇到的一個天才 我要開始用 不負責啊 先說啦 宇宙免責聲明啊 先說啦,這不負責啦 黑暗收割劍魔創死 一天創一個日子 這還真能,真能這麼帶 真的不開玩笑,還真能這麼帶 這確實是創新 只要我能把他效果打出來 我不是那種帶一下就亂用的 你這不是給我疊黑暗收割嗎 哎呦這個賽恩 疊黑暗收割的來了 我的回答是不如雷霆 哎呦別玩滾了你怎麼 牌子的已經掉了 蛤 被打爆爆我名字,沒問題,爆吧 壞 很大招 要被追死 這狐狸這麼燒啊 壞了這把晚上這個出爪 我本來應該出 水銀鞋才對的 主爆出太窄 這裡有個小狐狸 蛤 你們怎麼送起來了 這不會是內訌了吧 你看你這黑暗劍魔都能暴殺你了,趕緊找個班上吧 不會直接開始吵起來了吧 這邊內訌了嗎 喂 黑暗收割CD多久,45秒一個 你殺完人立刻就存置了 好處是這裡,殺完人立刻存置 哎呦卷老師 卷老師來看看明老師最新發明黑暗收割劍魔 誰用誰上當你知道吧 這劍魔最難受的版本 現在看來好像又不是很難受 主播一天一個樣 你再這樣我要砍你了 他不會來主星我打這紅buff了 莫甘娜 莫甘娜你不會有信任 怎麼說爽了還挺爽 這是兌現你要注意一點 別給自己搞瘋了就行 他主要不絲毫不影響你打輸出的方式 打暫時呢黑暗收割 暫時沒有事 你想帶也能帶 我感覺也是可以打 甚至我感覺打武器也可以帶 欺負 弱勢的比彗星強 你還真說對 打那些弱勢的欺負起來更容易欺負了就這麼帶 還真的是可以這麼說的 還真實 打強勢一點就帶彗星消耗就行 打那些實在不能被禁聲就帶向無敵 我又不想帶征服者 好像沒必要帶征服者 那麼問題來了黑暗收割都來了重認他 還會遠嗎 兄弟們 黑暗收割都來了重認他 還會晚嗎 重認還會晚嗎 來試一下傷害卡莎別走 試一下傷害試一下傷害 哈哈哈 狗操 這麼狗腦啊 這麼狗腦啊 你還閃什麼樣啊 閃閃閃 啊 給我疊一層啊莫甘娜,那麼小氣嗎 嗯,莫甘娜好像也會有這個決鬥吧是不是,是不是也有這個決鬥 莫甘娜跟狐狸沒拿的 狗腦黑暗手錄 狐狸出賣你了 小哥這個綁著一下,太有視覺衝擊的力量 狗腦黑暗手錄 這樣 壞了給哥們玩爽了 欺負賽人玩家也不是呀 那你們想看我就玩唄那還有什麼辦法 確實我能把這個效果打出來,就這個不太好疊 要三層 飛進來把卡罩 打也不能用,好可憐 狐狸的叫聲 嫂子還沒睡醒 我女朋友,他前面去睡醒了 現在大早幾秒,60秒,一分鐘一個還可以 我抓CB還沒點吧,我那麼脆嘛這籃包 我的穿透是真的高 早人殺早人殺早人殺 想沒試過仙公 感覺仙公好像 你帶仙公那不如帶收割了 哎唷我的鏈子變早了 被魅惑了 500 難道傷害還是有點小高 需要做個什麼裝備嗎 其實我感覺我做那個 15應該夠用 我是感覺劍魔他就是配監獄不倒 其他的好像都一樣 沒太大區別 小掛殺 好慘 被風箏致死 被魅惑了 我需要做點生命值 賞金被留了 這是藍刀的優惑嗎 這是藍刀的優惑嗎 冰刀公園 冰刀 參團參團參團 他媽的這跟玩具一樣的建模啊打不來 唉唷玩具 這卡薩跑得太快了 我怎麼感覺我的三件套一點都沒發揮出來效果 純玩具 跑太快了這些英雄 這些英雄一個跑得比一個快 真難頂 他怎麼主要控制很多 急跑算了 差個幽默 主要不好中啊 他那莫甘娜有黑盾 我感覺主要是莫甘娜的問題 他有個黑盾我不好打而且莫甘娜還給控我 我吃個他的Q我操我感覺可以去洗個澡回來了 洗個澡回來了還被控在原地 怎麼讓我打破團啊很暢明的團戰啊16層 還可以 還行吧我感覺我也沒什麼賞 60秒三級大好像會更快 那其實我感覺 下面應該帶那個 靈性獵手會好 就加移動速度那個 拖戰移速那個感覺會好 那個跑圖會很厲害 第3天出墳天會有7% 是他可以出墳天嗎 出墳天帶靈性獵手能不能降CPE啊 大伙我想問一下 因為可以降的 能不能降 我就不出去了因為有人在蹲 帶靈性獵手應該是可以降的 能嗎 來吧 吹不拉秀 我吵,這卡莎死得好慘 快樂,唉好久沒玩遊戲這麼快樂 黑暗神格劍 直接射了 18層 紅色細節 我感覺劍魔就兩個符文有用,就這兩個是最有用的 你懂嗎 就這兩個是最有用的了,目前我在看玩下來 就在監獄不倒殘血給你的傷害是很高的 我看16級大招44秒一個了 44秒一個大招,還挺快的 44秒真挺快的 44秒一個大招,打完又有了 感覺性價比也不高 壞了玩具 怎麼就玩具了 哈囉卡莎 超你吧 兩段技能殺一個,這你受得了嗎 4-11 4-11 4-11 5-11 哈哈哈 好好運喔 好用外星啊 哎喲 完了我黑暗首歌觸發了嗎?沒觸發吧 似乎只是怪,那沒辦法 哈哈哈 哈哈哈 這麼傻逼啊 這還真不是舒服類